黃金的價格占上了2220美元 還會更瘋狂嗎 大家分析說 各國的央行繼續買 數量破紀錄金價 還有上漲的空間 買不到這麼多金條 沒關係 待會兒我們去看 金光閃閃的新加坡 央行的秘密金庫 一開始 聰哥先來帶我們看看 今年的金價 到底怎麼回事 最近可能大家在生活圈裡面來說 最香的可能就是說 很多人都要買這個高股息ETF 從00939 然後00940 然後再接下來還有00944 這樣子非常多 大家等著排隊 然後解定存去買 大家覺得說這個產品最香 但是我跟他講 其實你們錯了 現在最香的產品是黃金 現在真正的厲害的人 是在翻箱倒櫃 把家裡面 可能以前結婚用的金絲 阿公阿嬤傳給我們的傳家寶 全部拿出來賣 為什麼 因為現在黃金 真的一路再往上漲 你看 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舉台銀的黃金存者的牌價 你看 光看這個圖 你就很直觀的說 最近怎麼漲那麼多 漲那麼多 漲得非常高 目前的每一盎司 已經來到2200美金 目前為止來說 根據昨天開盤的價格來說 已經來到2270塊 然後刷新紀錄 他是說 如果你去年3月底買的時候 這個比較低檔的這個時候 買到現在為止來說 你投入10萬 一年大概可以賺到1.8萬 我們用年化的報酬率 就是你放一年賺18% 如果你用進來比較香的 像009 39或是009 40 因為他們現在剛掛牌 我們回測一年 他們這個成分股的表現來說 009 30 13% 009 40 14% 所以有就是說 18%更香 黃金才是最香的產品 因為我們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銀樓 一般我們在買賣的銀樓 目前為止的排高價是 所謂的8730塊每千 很多銀樓業者就說 這個恐怕會看到一個 9000塊的這個大關 可能這個金價就會來臨了 根據目前為止來說 花旗他們的研究單位 就告訴CNBC說 今年下半年在美國的 這個降息的支撐之下 恐怕金價還會再往上飆 他就說其實到2300 2300快要到了 事實上目前為止 甚至有人看到更高的位置 那當然目前為止我覺得 黃金真的是還很香 好 那為什麼黃金很香 當然第一個原因是 很多民眾在買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還有很多中央銀行在買 我們就講 我剛才不是說到嗎 美元會下跌 所以對中央銀行來說 我如果持有美元的話 我可能會資產損失 那我這時候去買黃金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一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 這是近一段時間買黃金的國家 你看中國買了那麼多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第二名是波蘭 再來是新加坡 那尤其是中國 中國為什麼會買這麼多 因為對中國央行來說 或是對中國民眾來講的話 現在買黃金最好 人民幣也貶 那中國央行來說人民幣貶值 那我又不想買美 不想要持有美金 中美大戰我持有美金幹什麼 所以他當然就會買很多的黃金 那波蘭他在哪裡 他在俄烏戰場的前線 所以對這個波蘭政府來講 他也很擔心說 萬一我被這個俄烏戰場 波及到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最保值 那當然就是黃金 所以你看他也買了那麼多 然後還有一個新加坡 新加坡來說他也買了非常多 他的進購買額的話 在去年的時候 來到了76.5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很多都是因為 可能要去風險化 所以買了這麼多黃金的一個狀況 是 好除了各國的央行都在買之外 現在還有一個亂象 我在國內買不到便宜的黃金怎麼辦 我跑去香港買 對 沒錯 結果造成了一大堆的亂象 對 我們就講 事實上以台灣來講 你可能感受不到說大家在買黃金 這個是在台灣是 這個所謂行人去買賣黃金 這段時間大家都可能 表面上大家都去買這個ETF 但是中國就不一樣 因為中國沒有ETF 中國股市還是很疲軟 所以中國的 他們大家都跑去買黃金 所以事實上在最近一段時間 你做什麼最好 做黃金最好了 你黃金可能是擺出來沒多久 就完全是賣光光 尤其是他們深圳那個地方 有一個叫水貝黃金市場 這過去都是大家可能 如果你要去買這種零售的產品 都會跑到這個地方 而且它是 中國非常多黃金市場在這個地方 那要過去一段時間 以前根本就是很少人會來這邊 很多人會來買 但是商品你隨時去都隨時有 但是加分你知道 最近一段時間 不好意思 你去 你稍微晚一點點 他說記者說晚上9點去的時候 所有展櫃裡面的黃金都已經沒了 他就剩下什麼 就剩下一些所謂稱場面是什麼 譬如說那種金條 可能就不太會有人買的 或是那種所謂 比較特殊的裝潢 你們看 真的就完全都沒有了 當然說打烊了 打烊了 回去回去 明天再來 明天再來 所以他們就說真的 以前他就說 以前這個月都是淡季 就是以前黃金是 過年的時候會用 那這時候就淡季 結果沒想到三月還這麼多 他說現在 而且三八婦女婦那一天來說 選購人非常多 所以顯見 中國民眾 因為他們不知道投資什麼的時候 股市也不好 房市也不好 人民幣也不好 那當然就買黃金的一個狀況 甚至你知道熱賣到什麼程度 最近他們那種所謂網路直播帶貨 你只要一賣黃金 他絕對是火燙的 你看 這有些銷售人 就在櫃檯旁邊開直播 那直播你看 他就賣那麼多 那直播間裡面最受歡迎 就是所謂小金豆 小金瓜子 金桃花 金海豚 小金豬 就是小小的那種商品來說 賣得非常好 他說一開播 我剛上線直播 剛開沒多久的時候 馬上就賣光 所以這真的是 目前為止中國民眾搶黃金的熱炒 真的相當旺 而且你知道搶黃金搶到什麼程度 因為有些人會把黃金拿來的時候 我要弄 或者說我以前可能是譬如說金式 然後我把它融成這個金塊 或是金條這樣一個狀況 那有個電影就說 我這時候把那種什麼鞭角料 攢了一個月 然後攢了一個月 你看他居然攢了這麼多 攢了這麼多了 這個金粉 鞭角料 結果沒想到 他居然煉出了92.51克 92.51克來說 這也是上萬人民幣以上的 沒想到一個月 他為他自己 為他自己來加分 又加薪的一個狀況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很多人就說 那我在中國買 問題是中國的黃金 因為大家都在炒 所以你不但沒有買到貨 而且現在很多中國的商人 他刻意給你漲價 就是他比較貴 相對外面比較貴 因為他你供不應求 他已經給你漲價 所以很多人就跑到香港去 他們中國人就傳一個說 香港買黃金每克省70塊 於是就有一個在廣西的河女士 就說他真的就去買了 因為他這個內地的黃金 已經到達每克600塊 他太貴 他們去香港買 香港周大福才592塊港幣 那折合人民幣是540塊 你看540塊 跟600塊 是不是就便宜60塊 所以他就去買 而且周大福還有很多活動 他們有很多的 這個周邊的這個促銷活動 所以他買得非常多 而且他們還有什麼 他們還推出什麼 一元的這個手工費 就是說你 如果你要弄成別的東西 沒有問題 我幫你弄 我們手工費都非常非常低 甚至這個六福珠寶 還說什麼指定黃金產品 免工費等等 還有說如果你買2000以上 或者是999以上的黃金飾品 這個加工費全免 所以當然很多人就跑到那邊去 好 當然你能夠跑到那邊去 當然就是跑到那邊去 沒有辦法怎麼辦 就是走私進來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 中國很多亂象就是 我走私黃金進去 你看 這是被查獲了 說你為什麼走路怪怪的 就去看他的腳 原來他的腳底 綁這個金條在那邊 難怪會重 金條其實很重很重 所以他走路起來一定會怪怪 而且他價值都是 他偷的岳墓是 這個3萬7千公斤 這個7公斤左右的黃金 7公斤綁在上面300萬 那大概很重對不對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 那個是比較大塊 比較小塊可能就是用車鑰匙 藏在車鑰匙裡面 裡面有非常小的黃金金條 或者是說我把它塗黑 把它塗黑當成是 譬如說我們的所謂的扣帶 把它塗得黑黑 好像以為它是鐵或是什麼 即使它是黃金這樣一個狀況 他把它當成 或者夾在這個皮帶裡面 這樣就走私進來 甚至還有女孩子都改裝褲子 就藏了這個 這個岳墓是5塊的這個黃金 所以他因為這個 價格太高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太空 太空 想要賺錢的人太多 所以大家現在 中國很多民眾都流行 走私黃金進到中國去賣 是 好 現在很多的觀眾朋友 可能都把家裡面的存款 都拿去買ETF對不對 沒有辦法來買黃金沒關係 來 我們來看看 新加坡的央行 裡頭有一個秘密的一個金庫 據說 你要進去裡面採訪的話 你要蒙上眼睛 然後不能讓你看到它的通道 否則它的整個走道就會曝光了 當然是這樣 各國央行都是把金庫 視為是一個絕對秘密之處 譬如說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 新加坡是去年買第三的 所以它在這一段時間來說 它就曝光了一個所謂的紀錄片 他們紀錄 他們國家有大概 127.4萬噸的黃金儲備 那儲備在哪裡 儲備在他們所謂新加坡 資產管理局的超級秘密金庫 但具體的點在哪裡不知道 因為你要說來 你要去採訪來說 像這個記者 他就要簽一個 對金庫位置保密的承諾書 如果你承諾的話 你可能完蛋了 然後你到金庫之前的話 你都被蒙上眼睛 這個跟這個 我們以前看的諜報片不是一樣嗎 然後它要交出任何所謂 你可以追蹤著你的位置的 像你如果有GPS 或是說你有這個所謂 能夠洩漏你位置的 全部都要交出來 然後都達成之後 我們才載你到這個金庫所在的位置 所以這個金庫在哪裡不知道 但是大家總算是看到了這樣一個狀況 好 這裡面來說 你可以看 新加坡 我們知道 這一條一條的金條 金條來說的話 這個以為莫斯400盎司的金條 大概12.4公斤 12.4公斤來說 就已經可以再買一個 這個五房式的這個主屋 甚至還有更大的話 都可以買一堆的黃金 都可以買一個二手車 所以事實上這個黃金 真的新加坡民眾看了 或是我們看了說 這個黃澄澄的黃金 果然是很棒 好 那我們講到這個黃金來說 除了他位置很保密之外 保護他的人一定很重要對不對 譬如說像美國好了 美國的聯準會是把這個黃金 藏在他們地下碉堡裡面 你要攻進去根本不可能 我們台灣是在這個 三峽那邊的山上 也都是平常都是重兵在那邊防衛 新加坡是用什麼防衛呢 我們看事實上 他們在這一次的展示裡面來說 讓人家知道說 他們有非常這個 不只是非常嚴格的 這個祕密的地點的保密之外 他們旁邊還有這個部隊 他們部隊來說的話 據傳是他們警衛隊在那個地方 警衛隊來說還挑選新加坡 最強的就是庫爾克部隊 來這個地方看守 好 那庫爾克部隊來說的話 我們知道其實 包括說新加坡 或是說在香港 很多那種所謂的大老闆 他們都是用庫爾克軍團 當成是他們的保護者 譬如說像李嘉誠 或是說像香港的父母都是這樣 好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是世界級的安全部隊 尤其是新加坡非常喜歡 用庫爾克的部隊 而且庫爾克部隊 你看他們時常帶的時候 當然鶴槍前面是有槍 可是如果你仔細看他們後面 他們這邊會有一把彎刀 彎刀的話就是所謂的庫爾克彎刀 那庫爾克彎刀其實非常特別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它這個彎刀是這樣彎的形狀 也就是說如果你過來的時候 加分你過來的時候 我就這樣直接抽出來 就直接把你劃一刀 你可能就必命了 所以你看他們平常 而且這個庫爾克彎刀 是有特殊的彎的形狀 所以等於是這個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武器 你看我們在看這個影片 你看一砍下去都是這個樣子 他就說每一出鞘 就一定要見血的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們都要訓練他們 第一個你要滿足所謂 這個兩分鐘能跑 能夠坐70個仰臥起坐 100秒內能夠跑完800公尺 還有負重超過5000公尺的 就負重跑5000公尺以外的 野山登山跑等等 然後這個體能要求OK之後 他還要面試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庫爾克的這些軍人 他們平常都打扮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要整潔清潔之外 你還有非常好的語言能力 因為你可能保護的 就是外國人 英文能力 或是你有相關的 所謂敏銳的觀察力 或是你要有非常好的腦力 所以事實上這個就是 庫爾克軍人來說的話 就不只是這個新加坡愛用 我剛才講到 世界各國的富豪 都很喜歡用庫爾克軍團 那這一隻庫爾克傭兵 就在守護著新加坡的 神秘的金庫 各位觀眾朋友 早餐你吃什麼呢 是不是吐司有被我加分猜中嗎 現在吐司的市場持續在增溫 你知道嗎 根據統計 一年可以賣出5000萬包的吐司 相當於0.7秒 不到一秒鐘就賣出了一包 寬哥 這個白金商機背後的利潤 到底有多龐大 在食品業有兩個通俗的一個說法 你只要能夠把水賣出去 你一定賺錢 那什麼是水呢 咖啡 汽水 可樂 茶 這個都算是水類的 第二個更麻煩 第二個是什麼呢 你只要把空氣賣出去 你就大賺了 空氣怎麼賣 空氣可能賣了 烤肉的香味是不是空氣 是 是空氣對不對 炒菜的鍋氣是不是空氣 是 麵包本來它是一塊麵粉 精油發酵裡面產生二氧化碳之後 當它烘焙之後碰起來 裡面其實有一半都是空氣 太厲害了 所以這裡面是滿滿的一個利潤 我們剛才其實加分特別跟各位說了 天啊台灣人真的是太愛吃吐司了 每0.7秒就賣出一包的一個吐司 目前其實很多人在買吐司 有幾種買法 很多人習慣說我還是習慣去街邊店 例如說在社區就有很多的一個街邊店 但現在好多人去街邊店進去頭會搖一搖 為什麼呢台灣現在特別是在精華區 因為房租也貴 通膨的一個狀況 很多的麵包已經貴到你都買不起了 我上次還有看到一顆麵包 200多塊錢的 所以現在包括了國內的一個超商 國內的很多的一個量販店 開始在搶公這600億的白金的一個商機 但我們現在來看 過去人家都說吃麵包 以前大家吃會飽就好 但特別是前幾年加分你還記得吧 包括了奶油的事件 包括了牛奶的一個事件 大家對於麵包的內容 現在是越來越在意 所以在看好健康的趨勢之下 最近統一推出了新的一個產品 這個新的產品來頭可大了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古物高鮮 統一烘培吐司麵包的一個品牌 想不到這種高級的麵包 居然一年銷售近五千萬包 這可嚇死人了 五千萬包是什麼意思 一天賣十萬包出去 所以好多人可能家裡面的小朋友 家裡面的爸爸媽媽去上班的時候 帶的都是這些 好 現在重點來了 現在的整個麵包怎麼賣 取決在哪邊 很簡單 你如何快速的去拿到它 所以如何快速的拿到 重點就在哪邊 在斬店 這個時候就要看實例了 我們來看 國內目前以所謂的店數來說的話 統一超還是國內的最大 目前的話是六千八百五十九家 2023年的營收高達一千九百七十六億 可是我們再來看 全家也有四千兩百三十四家 可是奇怪了 它目前一差 差整個統一商 它統一超差了接近一千億 所以我們就說 台灣的超商走向強者強的馬太效益 但這時候重點來了 你不可能只買一塊麵包 你有時候家裡有小朋友 買杯牛奶一定要 你可能要去上班的路途當中 所以現在他們在整個超商當中 有所謂的黑金 黃金跟白金 我們來看 黑金是什麼 很簡單 就咖啡 好多人每次到了整個早上 特別是在整個都會區 商業區 辦公區 早上去 天啊 長長的一個人籠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那一杯咖啡 早上進去辦公室 你整天都沒有體力 精神都不好 目前全家他們就發現 麵包並買的比率高達八成以上 所以年銷量高達23億元 那麼現在成為了黑金咖啡 跟夯番薯黃金之外的白金商品 那白金商品的過程當中 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是 一般的所謂的烘培坊的麵包 它很簡單 它就是揉麵粉 揉完了之後 一片一片的拿進烤箱裡面烤 大工廠不是這麼做的 我今天要供給6000多家的店 我要供給4000多家的店 所以那個工廠 阿寬去看過 那個烤麵包很可怕 那個烤麵包一次進去 不管是烤箱 不管是輸送袋 那個都超乎大家的一個想像 所以全家他們在2023年的7月 他們就宣布 他們目前要在新竹的湖口 一口氣刺織20億元要開二廠 那這當中當然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全家去年迎來了一個副爸爸 國泰集團 那國泰集團現在他們就說了 因為全家他在2016年的時候 他就跟日本的公司開了一間 叫伏筆股份麵包公司 那個時候本來只要花7億 蓋一間廠 花不夠 後面連續一直增資 後面總共花了17億 才打造起來 所以後面很多人就說 想不到做一個小小的一個麵包 居然要花超過20億以上 可是各位 這個叫做大資本的一個投入 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塊麵包 小小的一個麵包 可能是20塊 可能是30塊 但是它一天賣出去的 是1萬包 是3萬包 是5萬包 是 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 不要覺得說這個17億 將近20億好像很多 後面是600億的白金商機 接下來阿寬哥要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看到了 我這個統一超跟全家 差有夠多 差要千億 但是全家要怎麼追 才能夠追上它的這樣的一個利潤 所以目前就全家來說的話 它要怎麼辦呢 紮大錢 很簡單就是要紮大錢 那紮大錢我們就要去想 為什麼統一可以年銷 一個所謂的 10萬個麵包的一個白金的傳說 我們現在看幾件事情 第一個咖啡跟麵包 彼此有所謂的一個 互相搭配的一個效應 咖啡本身它有一個利潤 然後麵包的利潤更高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麵包的一個利潤 可以高達三成到四成 所以很多人 你今天很簡單 我今天可以把咖啡的價格壓低 讓它來搭配麵包 我就可以把整體的一個利潤往上拉 甚至於很多時候呢 你可以開發出新的一個商品 例如說像前幾年 全家它做什麼呢 鬆餅 鬆餅很可怕 各位鬆餅一年可以賣800萬代 是 那800萬代的一個鬆餅 各位你去想想看 剛有跟各位說 進來買杯鬆餅 有些人可能是喝茶 有些人可能是喝牛奶 有些人可能是喝咖啡 但就大架構來說的話 他們其實各大的一個集團 都在想一點 2015年的時候 全家的咖啡跟麵包 單店的消費額 都遠不齊所謂的統一超商 他們說他們就百思不得其解 真怪 為什麼呢 統一賣100杯 我們就只有50杯 他們的麵包賣100個 我們就是只有60個 所以那時候全家決定 要蓋工廠的時候 連日本的大股東都反對 結果後面是誰讓整個 日本的大股東來點頭的呢 居然是日本的一個小七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 統一麵包 他們就把一件事情做得很重要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說 麵包的製作過程是什麼呢 它是麵粉 精油發酵之後 膨起來了 然後開始進入所謂的一個烘烤 烘烤之後整個熱量往上加 所以裡面必須要有足夠的麵粉 足夠的材料跟足夠的香氣 這個非常的重要 那目前呢 還要後面等它冷了之後 把它所謂的包裝密封起來 所以麵包本身不但可以保持所謂的乾淨 還有非常清楚的一個成分 重點是滿足了消費者 及時方便跟衛生的一個需求 但是我們先跟各位談一點喔 統一其實他們是閉路藍旅啊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從過去 我們現在台北比較少看到統一麵包的 中南部還看得到喔 因為台北現在通通是7-11 通通都是小七的喔 但過去呢 統一的麵包 它一年可以銷售一億個 為什麼可以銷售一億個呢 他們其實是在多年的經營的過程當中 以頭髮煉鋼的方式逐步逐步的煉 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喔 很多人看那個菠蘿麵包對不對 菠蘿麵包我今天做一個麵包 上面那個菱格紋 標準的程序 不管是我多少的溫度烤出來的顏色 我先問各位 你今天一口氣做十萬個 對 能不能夠每個都標準 能不能夠每個都一樣 所以它是有一個標準化的一個過程喔 所以我們就說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單單統一喔 它單單要去把這個所謂的菠蘿麵包做出來 就花了六年時間 才出現所謂的一個盈餘喔 所以各位不要想說 做麵包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可能在家裡面自己有烤箱 哇 發一發 做一做 覺得說口味可以進去 但是在標準化的過程當中 我今天幾百萬個產品 不同的一個斷袋 能夠出來都一模模一樣樣 客人來吃的過程當中 不會說我今天台北買的 跟新竹買的跟台南買的 口味通通都相同 這個可就是大功夫啦 是 除了這個超商要來搶這個白金商機之外 你知道高達600億嘛 當然要來搶這塊大餅 現在你去這個全聯裡面也聽到什麼 聽到說什麼某某麵包打八折有沒有 現在連全聯也要來搶這部白金商機 沒有錯 我們剛好特別有跟各位說 不管是所謂的黑金的咖啡 或者是白金的一個麵包 黑金加白金出來 它就是滿滿的新台幣 但最近從去年開始 各位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過去我們都以為超商的霸主 都是以小七跟全家來做整個比拼 可是從去年開始 全年她就做了一件事情了 她請了最紅的一個女明星 早上在全年的店門口在幹嘛 在喝咖啡 那為什麼要喝咖啡呢 喝了咖啡完之後呢 現在全年他們目前呢 他們說我們過去做的叫做生鮮 叫做泡麵 叫做飲食 叫做罐頭 它通通是以午餐跟晚餐的一個模式來做出現 但他們的整個段代當中少了一塊 這個叫早餐 我如何能夠補到早餐這一塊呢 當然咖啡跟麵包就要補上 所以我們來看2018年 全年他就買下了白木屋 那買下白木屋之後呢 他們買下了工廠 買下了公司 買下了品牌 通路目前呢 他們沒有直接把它給買下來 但是後來呢 全年呢 他就跟日本的全年板級麵包 直接來做合作 全年負責51%的股份 全年板級負責49%的一個股份 他們目前一天就要做出了25萬個的一個冷凍麵團 那很多人會說為什麼要做冷凍麵團呢 因為我剛好特別跟各位說嘛 這些是所謂的工廠麵包 工廠麵包它通通是所謂的一個冷凍麵團 但是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如何能夠讓客人 客人過去他們都是去統一麵包買 都是去全家麵包買 我現在如何讓客人能夠走進我的全年的一個門市 到達我的一個麵包櫃點之後 不但拿了麵包還要能夠拿下所謂的一個咖啡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全年他們身為全台灣目前 在整個量販店當中的一個龍頭 他就說三千的對應是所謂的早晚餐 他現在就是插早餐了 他要插早餐的一個部分的話 他就是希望能夠客人一次構築早中晚餐 好 我們要進入今天的一個最後的一個重點了 過去我們都認為 這個叫小七 小七現在是全台灣都知道了 過去的整個7-11的一個烘焙結構除了麵包 甜點 所謂的現烤的一個麵包之外 現在甚至於連甜甜圈都來了 那為什麼甜甜圈都來了呢 過去麵包跟甜甜圈是分開賣的 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對 為什麼 因為不同品牌 但後面他們把整個品牌做了整合之後 現在全部都統一起來了 例如說我們像在信義區 信義區現在複合的一個概念店當中 甚至於連聖納多寶 貝洛邦等的一個品牌通通都進來了 那為什麼要做多品牌呢 這個叫做價格分類 不同的品牌 例如說有時候你聽那個名字 很法國味道對不對 很簡單 它的麵包可以賣得比較貴 好 我們再來看全家 全家在2016年的時候 他們花了17億 做了整個所謂的麵包廠對不對 但從去年開始 國泰集團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 第一個 全家非常的積極 全家目前包括提款機在升級當中 可是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食品店 量販店跟整個所謂的一個商店 他就是要把客人給引進來 引進來是最重要 每天早餐當中 如果這些所謂的五星級的 手工的一個甜點 世界冠軍的一個麵包 能夠逐步的來 向整個統一來做壓迫的話 這個也是目前他們全家要獲利 最大的一個重點